大家好,这里是一球西湖成名,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成名制度第九期 今天呢,我们也拿到了第九的title,升到了第八 第一场比赛呢,对的对手呢,是一个4-3-3的阵型 还是一套不错的一甲阵容 但是呢,今天就不解说比赛了,尤其是第一场 很郁闷的一场比赛 大家别看就便知道了 今天呢,先说说这个好多玩家问我怎么在UT里挣钱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很想组建一支梦幻的球队啊 就是自己心中最想要的那支球队 但是大家往往最想要的球员呢,都是一些有名的球员 所以他的价格肯定也会非常的贵 可是话要说过来呢,有时候有名的球员呢 并不一定在UT里就特别的好用 比如说去年的卢卡库 身价不是很高 但是呢,就非常的好用 今年的举例来说 我知道呢,有帕拉西奥 也不贵,1000多个coins 但是呢,并不比这个特雷兹难用多少 英超的话呢 想到的例子有泽罗特 我还做过非法十四的时候做过他的英超前锋 他今年也是,就是网穿啊,非常的好用 我看过几个YouTube的视频呢,他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他又不比一些就是阿奎罗或者特别牛逼的前锋难用多少 性价比相当高 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呢 在UT的初期呢 大家尽量多建立一些性价比高的球队 通过打比赛挣钱啊 还有一个别的方法 我会在下面说到 其实我原来也提到过 就是通过组建球队挣钱 但是基本理论呢 就是游戏的刚开始 你是,如果你不是人民币凡家的话呢 你确实很难组建一支特别豪华的阵容 但是你可以组建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的球队 这样呢,你玩起来也很愉快 因为球员都非常好用 但是呢,又不用花费很多的钱 你还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球员 UT的数据库这么大 大家不同的球员都玩一玩吧 我觉得这样也不浪费 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呢 尤其是Team of Year放出的时候呢 这个球员的价格会跌得很厉害 而且到那会儿呢 大家如果根据我的这个目前的挣钱的方法呢 我后面会说到 根据我的方法呢 你那会儿 我觉得大家至少会有500k的金币 这还是少的 你那会儿买一个就是你想要的阵容 你还可以再接着踢至少半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UT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至少一年吧 大家要慢慢的这个怎么说 融入游戏啊 享受这个游戏 好了,我接着说我挣钱的方法 我挣钱的方法 我认为是最省力 又最不耽误时间的 就是你在英国时间的晚上八点到十点 也就是非法事务 主力玩家在线的时候 你组建球队 买球员 在你组建球队的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有的球员的价格 怎么说 你很容易拍到相对便宜的 给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常用那套阵容的442 它的优惠位是一甲的那个 我叫 记不得叫什么呢 德桑克罗罗 什么玩意的 反正就是一甲那个优惠位 它在初期的时候呢 价格是1100 就是 就是buy it now 但是呢 你可以去拍 拍的话呢 如果你拍900到850呢 你很有可能拍下来 这会儿呢 你就可以在建球队的过程中呢 你多拍几个这个球员 拍到就拍到了 拍不到就拍不到 假设说你拍到了五个 这个900的这个优惠位 你有一个放在球队里 继续提比赛什么的 另外四个 晚上你就可以把它卖了 四个卖掉的话呢 就是当时卖是1100 但是如果你卖的时间是 英国玩家的凌晨 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 它的价格会上涨了 因为主力玩家都不在了 球员卡就少了 这个反正 它的价钱会往上上升了 你可能可以卖到1200到1300 所以说呢 假设你是900买的 建球队的过程中 你也不浪费什么时间 顺手就拍下来了 900买的 然后呢 晚上一卖卖1300 这就是400 你要买四个呢 就是1600 建球队呢 有11个队员 11个队员 如果你夜里卖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 英国时间夜里 多多少少都会挣一些钱 假如说每个球员 挣100到200 你11个队员 就是挣1000 就说1500吧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下总共下来 你建一套阵容 晚上一卖 差不多就是2000左右的 这个收入 这是每天 如果你每天都可以 这样建一套阵容 卖一套阵容的话呢 一周就是14000 很轻松 你的这个 这个块子 就你会发现 涨的会飞 就是不经意间 慢慢就涨上来了 这就是我的 这个基本的 怎么说 交易的方法 省时又省力 最后总结一下 你就是在英国玩家 8点到10点的时候 买入球员 然后呢 在英国玩家 都睡觉的时候呢 也就是英国时间 凌晨3点到6点之间吧 然后就把球员卖掉 这个时间段 球员卖掉 这样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争取一些利润 为今后的这个UT 打好基础 组建你喜欢的球队 对 还有一些网站 大家可以想去看看 我会留在讨论区 叫做FUTHAD 是一个球员的数据库 很有帮助的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看 好了 我们也回到这个 比赛中来 第一场我们1比6 输得很恶心啊 但是我记得 我看数据的时候 我们设文数都差不多 但是 就是输掉了 有时候游戏就是这样啊 然后呢 第二场踢个1比1 第三场踢个0比0 很无趣的一场比赛 对不起 第三场还没有结束 反正呢 第三场最后踢的是0比0 相当的无聊 好了 这场比赛我们也踢平了 等于连平两场 第三场 第三场竟然踢个0比0 难以置信啊 在非法事务 竟然没有进球 但是呢 很侥幸 我们还是 达到了第9的title 升到了第8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 另外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不要忘记订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by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